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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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首要的条件就是道数稳定了 如果道数未定的话 做是可以做,但似乎是白做的 哪些人道数定了通常是18岁或以上 而且我也会建议病人 提供自己之前的道数的变化 去年和前年都没有分别 知道它定了 另外,年纪大 因为要考虑可能已经有白内障这个因素 我们就未必建议做这件事 因为如果已经差不多做白内障的岁数 可以等白内障一次做白内障的手术 也可以达到矫正道数的后果 精体在眼球内就不会影响眼球的运作 也不会令眼球近似度数会变深、变浅之类 如果要移除的时候 通常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已经去到白内障的岁数 需要做白内障的手术 那时候拿出来很简单 你放进去当然需要很多技巧 但拿出来的话 相对上就简单很多很多 将它掀出来 大概一分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处最主要是它可以提供的道数多很多 刚才所说的 因为用Lasic或Smile 是一个手术 是牵涉到将角膜打磨、变薄 所以是有一个上限的 一般来说 去到1000度的话 已经是接近这个上限了 但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直入式的晶体 是去到1900多度的 所以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就算是1400度、1500度、1800度 1800度、1900度 都还可以做 而这些是这样的道数 这些是做不到的 Smile更加做不到 那坏处方面 因为主要是成本问题 因为每一片的晶片 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 每一只眼的道数 近视道数 散光道数 还有眼球的大小 还有眼球里面的深浅 就是每一只镜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它的成本是贵很多的 几个星期 因为我们收入 有眼球的近视道数 散光道数 眼球大小 那些数据之后 送到厂商 那厂商会根据的数字 就预备好晶片 整个流程大概是三个星期 至四个星期左右 是 照片 1 4 4 6 7 9